3月23日 《原青花》分級講座新聞發布會 在Saint Gabriel Hilton 九段舉行 由上海原青花研究所 臺北原青花研究所 邀請著名原青花專家許銘博士 臺北原青花研究所主任周世雄教授 美家古董珠寶拍賣公司負責人 Tony Wendy 新北市收藏名家林水木等出席新聞發布會 上海原青花研究所 許銘博士來這裡 來舉行這個原青花的這個分級講座 所謂的分級就是說 把這麼多的原青花 以哪一種的角度去分辨它的真維 以及把它變成一種特級品 一級品 二級品 三級品 一直到八級品 許銘博士是中國社科院博士 研究員 博士生導師 他在中國古玩圈享譽盛名 主要學術專長為美學理論 現他從事美學 文藝學 原青花詞研究 他多次赴伊朗土耳其參觀博物館 研究原青花 並在考察的基礎上出版原青花等書籍 是中國公認的原青花專家 本月25日下午 許銘博士在美加古董珠寶拍賣公司 舉辦原青花分級講座 並免費為收藏者健保 你講到分級都必須要認知到 什麼是原青花 這很重要 因為有個區分 沒有區分怎麼行 講座很豐富的 這因為我們有考察的基礎 有到伊朗 到土耳其 到瑤址 具體的生餐地點 考察的基礎 同時我們有食物的研究 有幾十年的食物的研究的經驗 這一點很重要 在本地的收藏家 你們手上有原青花 可以帶個一件兩件 到現場來 我們請徐老師還有我們幾位朋友啊 幫忙點評 這個點評不收費 完全義務的 我們的目的呢 是希望協助想收藏的朋友 能夠選擇一條最好的方式 最簡單的路 來找到最好的原青花 台北史記文化社社長 台北原青花研究所主任 周世雄教授 也在發布會上 向媒體介紹了原青花瓷的文化價值 文物價值和收藏價值 以及原青花瓷製作的工藝 本週日下午1點至3點 由許明主講原青花分級講座 3點到4點 為出席講座的當地收藏家的藏品 點評 健保 通過實務鑑賞 普及原青花瓷的知識和鑑定方法 全美電視台記者採訪報導 尤其嵌